各位歡迎繼續收看早晨新聞 市城管委在網上公事計劃招聘的8名控煙監督員名單 意味著廣州的專職控煙隊伍即將成立 但是15個部門4年來都未管好控煙工作 加多幾個監督員又會改變到甚麼呢? 朱海東報導 廣州實施控煙條例4年中間還曾經修訂遺史 很多市民都知道紅煙這回事 政府對這項工作亦都很重視 15個部門齊渣共管一支煙 何謂聲勢豪打 但實際上餐廳、酒樓、賓館、女店等等 禁煙的區域吸煙不著從來都沒有斷過 而今年1至4月全市只有43個人 因為違規吸煙被罰款 累計罰了2150元 這樣真是有法必依、執法必然嗎? 市城公委曾經表示 執法不力的最大問題 在於缺乏集中的紅煙執法隊伍 計劃組建一支100人的紅煙監督員隊伍 今次公佈的8個人應該算是第一批 這8個紅煙監督員都是大學畢業 所學的專業五花百門 涉及化學、金融、計算機、水產養殖、生物技術多個領域 按照崗位的職責 空煙監督員要去到公共場所巡查 勸了那些違法吸煙行為 採集訊息 向有關執法部門報告 協助空煙執法 不過空煙監督員的身份就有點尷尬 因為他們只是政府僱員 沒有執法權的 記者就嘗試去到酒樓 勸了那些吸煙的食客 有些人很配合 有些人就一於懶理 宣傳出荷蘭 鱒鼓鱔 鱒鼓鱒鼓鱒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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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記者拍回來的這些畫面可以想像 雖然以後有了這個控煙監督員 他們比記者來說是前情上綱 但是同樣沒有執法權的 他們可以做到的又有多少呢 一支沒有執法權的執法隊伍 我覺得這個值得相確 執法成本太高 你如果是有關的英文 如果不聽見你的話 你還要請SIR或其他有關部門聯合執法 這件事的確不是很現實 廣州電視記者最後都沒得好